Hello everyone, welcome back to Speaking to Sam 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跟上升语之巧妙记忆小学800英语单词 今天又到咱们复习时间了 我说过啊,同学们 学的非常非常快 你也都能理解,你也都能看懂 这问题是一旦课程超过10节之后 你是否还能够非常熟练的别人念中文或者别人念英文 你马上能够说出那个单词呢 那能够说出才是真本事 要反应时间在0.7秒以内 你的口语才有可能用到这些单词的时候说出 所以说我们今天再把7到9课进行个复习 张开嘴巴,跟我一块来花最短时间 用最少脑力记最多单词 好,我们学过这个sad,是吧,伤心的 例如我是伤心的,I'm sad 跟我读,he said, he is very sad 他说,他非常的伤心 那么这个单词的反语字就是happy happy 好,这个变成say,say是动词,说话,是吧,说话 I want to say hello to you 我想要跟你说你好,是吧 好,say再写个t之后变成stay 你看这个s一样,a一样,就做了个t 而这个st进行浊化了 不读stay,读stay,双元音 I want to stay with you 我想要和你待在一起 好,又变成了a,变成star,星星 星或者是明星 he said he can see many stars 他说他能看到很多星星 好,大家注意啊 你千万不要小看小学的800单词 它比大学比高中的单词还要重要 为什么 因为这是最基础的 出现频率最高 所以说你什么单词都不记 这些单词必须首要先记 即使你后面单词你会记的 但这些单词你不会 你依然说不成 为什么 因为当你用到那些高难度单词的时候 这些词是一定在其中 好,快速我读一下 sat, say, stay, star 好,我们再看 这个say出来的一个way 道路,路是吧 I am on my way home 我正在回家的路上 好,然后又变成了 加了个a 加了个a 是吧 这是a 变成了away away 你看这个女的 离开了 是吧 离开 she is going away 她正在离开 然后这中间下一个 L加了一个s 读作always 是一个频率副词 修饰动词的 好,你看 he always gets up on time he always gets up on time 他总是按时的起床 好,跟我再读 say 说 way 路 away 离开 always 总是 什么叫复习 就是你别光看 你跟我在这 你得读出来 你就这几分钟时间 你复习一边就更加印象深刻的一部分 不要贪都无厌 想的一下全记住 那种人不多 你像我就肯定达不到 啊 所以说我们就踏踏实实的 你把这些行为准则都做到 你自然就记住了 say way away always 好 然后这个way又出来个subway 也就是地铁了 I always go home by subway 我总是乘地铁回家 然后出来个subject 跟我读 subject subject 就是科目 my favorite subject is PE 我最喜欢的科目就是体育 好 然后我们又学了 along 是吗 long 长的 the bird has long neck 这个鸟有着长的脖子 有出来一个along 叫沿着 作为一个戒词 I'm walking along the road 我正走路沿着这条路 song 唱歌 歌曲 I love many Chinese songs 我很爱很多的中文歌曲 而sing是动词 你看这个人在这个唱歌呢 是吧 he is singing songs now 他正在唱歌 好 long along song sing 好 然后long又出来一个wrong 错误的 是吧 反义词是right the boy is wrong 这个男孩是错的 然后又出来一个strong 你看 这个男的多多死壮了 是吧 多强壮了 the man is so strong 男的如此的强壮 然后又出来一个strict 叫做严格的 严格的 he is strict with his son 这个非常重要的搭配 be strict with 就是对某人严格 我要对你严格 我可以说 I am strict with you 你对我严格 you are strict with me 好 再往下走 我们出现了个book book 书 这个非常简单 关键是加了个笔记之后 就是笔记本了 notebook notebook I love reading books 我爱读书 I just bought a new book 我刚买了一本 新的笔记本 那同样笔记得会吧 note I should make notes every day 我应该每天做笔记 所以说这就超级好记啊 同学 好 再往下 咱们刚才说了个book 书 现在改成t 就是boot 靴子 I can see a pair of boots 你看一双靴子 靴子在 是两只的 加附书 好book 变成bookshop 书店 是吧 那么shop 就是商店的意思 这就自然就成了 there is a big book shop here 有一个 在这呢 有个大的书店 是吧 my books are in the shop 我的书呢 在商店里 同样 这个book 就是bookstore store和shop是一样的 有点小差别 但是我们中国人来使用 没任何差别 就是商店 买东西的地方吗 是吧 书店 bookstore 而这 store是商店意思 而这是stone 石头 拼写不太一样 there is a book on the stone 有一本书 在石头上 是吧 I bought a book from the bookstore 我从书店里买了一本书 好 以上呢 是咱们这三节课的复习 请大家务必反复复习啊 同学 千万记住 单词真的不是一下 两次就能记住了 需要反复的复习 因为你只有不忘前面的 你才有动力往下进行下去 否则你一回想 我又忘了 我现在是不是在白学 我是不是在白浪费时间呢 你就没有动力了 好 同学 我们下期再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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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